欢迎回到梦想街 午时翘 即便这个正义国宅 已经有20年的一个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都更 但是黄坤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他交了很多的朋友 因为他当时本来想 那时候他本来差点想要撤出 撤离我一个小律师何的何能 所以你知道当时 他打算要请他们 另请高明的时候 这些正义国宅 一堆老人几乎跪球 甚至这一国的阿嬷 眼泪直接感动了他 说我活了一辈子八十几岁 等这一户新房子 这些住户的人都不敢面对建商 然后就派这个律师去 他单枪匹马来面对建商 然后那个住户还跟那个律师 怎么讲你知道吗 跟他讲说 你说实在的 你们要把我卖掉的话 我们也没辙 我只能寄望于你 其实那些住户 其实基本上是 非常信任这个律师 这是一个大的赌博 正义都更案 这个小律师 他当时一个大的赌博 对方 祝福也是赌 他自己也是赌啊 成我有机会 不过就领两三百万 拜呢 我一毛钱拿不回来 可是这场战役 谁赢了 最后就是黄坤姐 他赌赢了 都更传奇一意 你知道让谁看到了 机会就让刘妈妈 地宝的刘妈妈 一大堆的房市 大概看到了 完全信任他说 对于这个正义国宅 这一群七八十岁老人 你都能有情有义 不离不弃 我当然 我就相信你 你知道 刘妈妈进来之后 以后他所有刘妈妈的官司 全部都叫他打 一大堆的房市大咖 如果到新的地方 要去做评估 要去了解 亲家他会想了解法律问题 会先咨询他 他是不是就来了 一大堆新的投资办案 所以你知道 他20岁那一年 其实他每个月 一年营收 他自己的收入 不够20万 20岁那一年 可他到了30岁那一年 他到了这8年后 他就已经身价破千万 更重要的是 30岁的时候 也就是10年之后 他已经身价超过500万 你知道清雪 在10年之内 他身价增加了250倍 结果32岁 身价破亿 而最后你知道 36岁那一年 他已经身价 直接过了一亿 等于是什么 这个短短的16年之内 身价破了500倍 这真的是不简单 我想看看他26岁 假设他26岁开始赚钱 到了36岁 他已经累积 上益的一个身价 就像是蔡总署讲的 用数学的方程式 可以算算 我如果用我的年薪 每年是300万来算的话 比如说假设 300万的一个年薪的话 10年了不起3000万 20年了不起就是6000万 他有办法累积到上亿的增加吗 很